人的善恶因果决定着生生世世在此中的转换 华颜三神像深略前倾 成功地避免了透视变形 巧妙的设计让后人得以目睹艺术与科学再次相遇 在八十八天坊里牙壁上露刻出千手千眼的千手观音 无愧为天下奇观 释迦涅潘像所成若果 成长三十一米直入暗室 鸡公湖有一大笔湖 画外有画之妙 九龙女太子巧结牙上山泉 突出主题 令人叹为观止 不得 来一句 源于印度古老的石窟艺术 至此完成了中国本土化的京城 窍言上的种种场景 异曲横生 充满烟火味 简直就是一座宋代民间风俗画廊 生与死 圣与恶 灵魂与肉体 天堂与地狱 是宗教的四法基本命题 天堂的饥饿与地狱的凄惨 形成了新年对比 只是创作者将生动先火的世俗生命